喜庆的祥賀 探望已久 十分的期待 大喜事 路邊紅旗也多了 然後也多了很多的鮮花呀 包括賈壽樓前面的標語啊什麼的 我覺得這個整個大會的氣氛就很濃厚 二十大對於中國人來說意味著一個新的深層的開始 二十大對中國人來說是五年一次的大總結 也是對今後五到十年或者是更遠的時間的一個規劃 二十大對於就是黨和國家來說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當然與我們這個普通民眾的這個生活也是息息相關的 作為年輕人來說是比較關注的 關注那個教育方面 作為大學生我比較關注大學生創業 我比較關注的話題是小孩的教育和養育問題 應該有房價吧 我覺得房價的話對於我們來說現在還是比較過高吧 對年齡大的這一段來說 就是這個醫療保險最好全國統一 網上通用 這樣就不要說攢顧了再去原地去報銷 解決這個問題我覺得也是個大事 整體的生活我都挺滿意的 我所關心的是老年人當中有些老年的護理問題 和老年的孤獨問題 在經濟方面我可能比較關注就是我們國家的內循環的問題 同時我也比較關注我們國家相關產業的轉型啊 供給測結構性改革這樣一系列的問題 我本身是家長然後我也是高校的老師 所以我希望未來國家在這個教育方面出台更多的政策 進一步的能夠提升學生的教育數據吧 據我了解大學生有很多國家的扶持政策 但部分大學生的話他那個創業貸款 資金貸款還是具有一定的門檻和條件的 我覺得可以出台更多相關政策 更加具體切實落形到扶持大學生創業這一方面 對於我們雙職工家庭來說 小孩的照顧需要花時間和精力 所以希望國家能夠大力發展普惠式的托育機構 減輕雙職工家庭的負擔 因為我在今年年初然後也是有了新的身份 然後當了媽媽有了自己的寶寶 據我了解目前的話就是在兒童醫保這一塊 國家的政策是免除就是新生兒第一年的醫保費用 就是有沒有可能就是加大這個醫保政策的一個扶持力度 幫助我們這些年輕的家庭減輕一個負擔 另一方面呢就是他可以就是鼓勵我們這個年輕家庭 去享用國家生二攤三攤的一個政策 我這個年齡段應該說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這樣一個背負重担的一個環節 希望能夠在孩子的教育就業 包括老人的這個養老方面能夠出更多的政策 讓我們這四五十歲的這些人能夠減輕一點壓力 能夠輕裝上陣 希望二十大的勝利召開能夠給我們基建隊伍注入一季強行爭 能夠帶領我們建設更美麗的家園 我從七大到現在一共經營了十幾個黨代會 我感覺到每次黨代會都是我們國家發展上一個新的台階 特別是巴拉以來一生年來發展特別特別的快 越來越全上我們國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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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